这里我们来介绍内积 向量的话呢 在前面我们介绍的是加减法 还有纯量积 那么向量可不可以相乘呢 向量的乘法有两种 一种叫做内积 一种叫做外积 那么我们来介绍内积好了 叫做inner product 来 我们来看看这一部分 我们的话呢把图拿出来看 假设这边有一个向量叫做u 这边有一个向量叫做v 那么u假设是 好 我们来看啊 u假设是a1 b1 c1 v的话呢 假设是 a2 b2 c2 那么我们是怎么定他们两个的相乘呢 我们的话呢 把他的定义写出来 u 这个字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念呢 要念dot u.v 这就是我们的内积 也就是所谓的点积 算法是这样算的 头乘头 加上中乘中 加上尾乘尾 也就是a1 a2 加上b1 b2 再加上c1 c2 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内积 我们一乘出来了以后 它会变成了一个数字 那么内积的话呢 这个是定义 那我们的话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 内积公式 内积公式 这个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就是u.v 可以等于什么呢 可以等于u的 u向量的长度 乘上v向量的长度 乘上cos θ 那么各位同学 这是θ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两个向量 中间的夹角 u.v等于uv的长度 乘上中间的夹角 那这个公式的话呢 对我们的后面的计算 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现在的话呢 可以利用内积公式 来推导出一个叫做 垂直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法 一个准则 这个的话呢 怎么说呢 来我们把内积公式列出来 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假设是相垂直 u.v等于u的长度 乘上v的长度 乘上cos θ 来我们看一下哦 如果说它的夹角是90度 cos 90度是多少呢 是0 cos 90度是0 所以这两个的话呢 内积势必一定是0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 u.v等于1.v等于0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这两个 这两个 u向量跟v向量是相垂直的 而且这两个之间的话呢 的关系的话呢 是一个 if and only if 弱且为弱的一个关系 我们如果说两个相垂直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u.v等于0 dota等于0 也可以导出 这两个向量是垂直的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蛮常用的一个观念 就是所谓的projection投影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来看一下 这两个向量啊 这个向量叫做u 这个向量叫做v 那么我们的话呢 怎么看呢 我们的话呢 有两个两件事 必须要让各位同学知道的是 我们先介绍的是 投影量 投影量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话呢 假设光线就在我们的12点钟的上面 我们的话呢 直接垂直下来 这是一个直角 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所谓的投影量 那么投影量是多少呢 这边的夹角叫做 这边的夹角叫做 这边的话 那么投影量是 是u的长度 底下的话呢 底下的话呢 是u的长度乘上v的长度 这边的话呢 u可以消掉了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投影量的公式是这样的 u向量在v向量上的投影 投影量的话呢 是等于上面是等于上面是u的v下面就是v的向量的长度 这是我们所谓的投影量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算的是投影向量呢 所谓投影向量的意思就是长度是这么长 但是的话呢 它的这个方向跟v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向量 那么投影量的话呢 的部分我们已经算好了 那么投影是怎么算 我们叫它投影的向量 这个很容易的 因为量已经知道了 我们只要再加上v方向的一个单位向量就可以了 那怎么做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写下去 这是一个数字哦 u.v它是一个纯量 除以v向量的长度 再乘上 因为是在v的方向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v v向量除以它的 本身的长度 这是一个单位向量 我们一个数字乘上一个单位向量 相当于是那个方向加上了它的倍数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投影向量的公式 内积在物理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 就是公 公的意义是什么呢 w是work 等于f乘上d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要必须要了解它的意思 f的话呢 指的是力 力就是向量 d的话呢 是位移 位移也是一个向量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求的是 它在这个力哦 是在移动的方向 所产生的力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来看 如果力的话呢 是在这个方向 位移在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必须要求的是 它在这个上面的一个分量 也就是说 这边假设是叫做θ的话呢 那么我们所做的公是多少呢 我们的公应应该是 w是等于f的长度 乘上cosθ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在第一方向上面的这个量 这个量 好 然后的话呢 它位移是多少呢 位移是d 那么我们再乘上它的位移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内积公式 也就是所谓的f向量 dot d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公的这个公式的话呢 work是什么 是其实它是一个向量的公式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的乘法是一个内积 那么我们介绍了这个公的一个原理之后 我们来再介绍一个立体 我们来看看这个公的一个立体 一个立 它的单位是pump 那它的方向的话大小是213 好了 那么固定的失于一个物体 让它变成直线的进行 由1231到234 那么我们问做了多少公 使用内积公式非常的容易 来我们现在先把我们的条件先写出来 我们的f 例是什么 例是213 好 位移向量呢 它是由1231到234 那么我们把它的位移向量写出来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是十点 这是终点 那么我们后面减前面 1 3减2 1 4减3 好 1 请问一下 我们做了多少公呢 公的算法就是两个来做一个内积 w等于f dot d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来算它的内积 内积的算法 头乘头 中乘中 尾乘尾之后相加 等于2 加上1 再加上3 这是多少呢 6 6的话呢 它的单位 这是棒 这是尺 我们的话呢 音质来说的话呢 是foot palm 尺 棒 有了内积以后 我们发现 我们解题都非常的容易 接下来